欢迎回来 接下来带来两个讯息 特别提醒您真的要小心 一个跟空气品质有关 是最近中国的沙尘暴来袭 空气品质拉紧暴 但是屏东却有人跳出来说 当地仿佛有人为的沙尘暴现象 原因是因为在现场 出入频繁的沙石车是来来去去 让当地的农作物都蒙上一层 白灰灰的尘土 不但人都快要不能呼吸 甚至也看不到有洒水车来处理 让当地的居民气炸了 不过接下来可能就是天灾了 就是宜兰苏澳上午下起了间歇性的大雨 而苏花公路的142.8公里处 还发生了落石跟路数坍塌 加上苏澳这一整天下了雨量破百毫米 因此警方也特别提醒 右路人路过的时候 务必千万小心 而再这么小心 可能也不见得防得了这种意外 台中午风也对男女 站在十字路口的时候 旁边突然有两台机车直接撞上来 而且人车甩过来的瞬间 男女惊险跳开 真的吓坏了 欢迎收看2020制霸心国会 我是许桂雅 今天来看的是嘉义县的第二选区 也就是嘉义的山区 民主党立委陈明文寻求连任 但是杀出昔日自家人 前立委林国庆 原本林国庆他有望是获得来赢的礼让 不过国民党的许能通 他说不放弃参选 协调面临破局 我们先来看的是陈明文 他连任三届立委 当过嘉义县议员 议长甚至是县长 他也是地方派系林派的掌门人 而林国庆从政之路不太顺遂 从08年第六届卸任立委之后 他想要继续再战 但是却被劝退 要礼让给蔡启芳 按照默契 下一届应该就是由林国庆出马 但是之后 蔡启芳的儿子蔡逸宇来接报 林国庆他不满的情绪整个累积 在去年的时候 他正式退出了民进党 林国庆他整个选战主轴 是说要打破明文规定 就是在奉执陈明文 不过选战当前 林国庆他却自曝说 他的儿子在中国当政协 跟兰吟整合又不顺利 对战基层实力非常雄厚的陈明文 这场选战并不好打